考量学童还有接受家长的通行安全 新装昌龙国小校长 则是向当地的里长陈品官反映 能够在对象路面再加装一台监视器 希望维护他们的人身安全更有保障 然而陈里长也不负所托 这段期间努力奔走议会争取 终于完成了这项任务 昌龙国小校门前有架设监视器 以确保校园安全 但由于昌龙街上上下课时 也是车流量最大之计 所以校长向里长表示 为了维护家长和幼童的通行安全 可否再争取于对象路面 加装监视器 里长也积极奔走解决 昌龙街这儿这儿这儿 那儿子上下课的时候 过这班马上来这边 这边没有监视器 那个监视器就了 他说马上说那个时候 小孩在上课 还在上课 昌龙街车又多 有哪个车站得快 马上发现什么事 还没有正确 没人看到这个吊子都很大 终于五月底前 在议长的协助下 这里又在巷口加装一台监视器 保障行人安全 同时也可以维持地方上的交通和治安 记者新装采访报道